撒女人不要骗自己 男人三件事做不好 多半不爱你 我们一直都在追寻着爱情 希望自己身边人能是一生一世的伴侣 在这一生中也不枉此行 最重要的能快乐每一天 给孩子做榜样 给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 男人的爱情也许粗犷一天 不会像女人那样细腻 在很多时候 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 往往是内心想说的话 不会拐弯抹角 而女人不一样 在爱情方面总是扭扭捏捏的 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往往不一样 这是人们所说的口是心非 我个人认为在爱情方面 一定要敢于表达 不爱就是不爱 爱就是爱得轰轰烈烈 压在心底会憋住病 相似病 很多女人总是说 爱情真的搞不懂 不知道是她骗我 还是我自己骗自己 确实女人在爱情方面 完全没有自信 自从相识的那一天起 就一直在怀疑 怀疑对方是真心爱自己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心爱对方 敏感的神经 每天都绷得紧紧的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累 其实不需要那么累 你只要仔细观察 用心去管送 你就能明白 男人是否真心爱你 最基本的爱 可以从三件事体现出来 如果一个做不到 那他多半是不爱你 没结婚的趁早离开 结了婚的 及时沟通解决 一个爱你的男人 不管你的内在多美 他还是非常希望 你的外在一样美丽大方 在亲朋好友面前 不丢自己的人 给自己贴面子 俗话说人靠衣装 赞美的女人 如果没有衣服的搭配 也会显得第一个层次 女人买衣服 其实不是买给别人看 就是穿起来 令自己的男人愉悦 很多时候女人 都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买衣服 回家后 并不能得到男人的赞誉 还给你泼一盆冷水 如果一个男人爱你 他一定会时不时的 陪你去买衣服 不会让你在选择 衣服的时候六神无阻 不会让你花了钱 还买不到男人满意的衣服 最重要的是在衣服店 如果有男人陪女人 好生命人羡慕 那些独自买衣服的女人 心中难免会有一点点嫉妒 一个男人不爱你 不管你穿什么 他都不在乎 因为在他眼里没你 二 重不呼叫你父母爸妈 爱你的男人 就会把你当作一个宝贝疙瘩 总是会说自己三僧有幸 得到了你 会把你的父母当作恩人一样 给自己养育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逢年过节都会孝敬你的父母 一口一个爸妈的叫 有时候让你都有点羡慕他们的关系 不爱你的男人 就会把你当作少把心 总是会在你面前斥责你父母 说养了一个笨蛋 怎么就把这个笨蛋丢给了你来养 竟败骂了你 又侮辱了你父母 如果你不幸遇到这样的男人 一辈子的幸福也许就毁了 真的很难让命运扭转 三 重不体谅你的苦和累 女人一直在追求男女平等 也一直在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是再能干的女人终究要嫁人 嫁人之后她就是别人的妻子 在世俗的眼里 做妻子的就要服从老公 在一个家 男人的比重比较大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家庭的男人越来越懒 有女人为自己分担压力 自己何必那么累 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 作为一个男人 怎么可以依靠女人生存 女人的努力和付出 正是证明自己 而并非为了养家糊口 不能把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女人身上 爱你的男人 从不要你一分钱 还时不时的给你零花钱 不爱你的男人 不但不体谅你的苦和累 更为可耻的是 还霸占你的工资 我们有时候就喜欢自欺欺人 明知道不可能的爱情 偏偏非要死杀烂打 明知道不可能的人 却非要铭记一生 感情的伤痛 我们常说是别人带来的 其实带来伤痛的人是自己 是自己的执着 是自己的那份天真 总以为自己付出了 就能得到相应的爱 总以为自己付出了 就不会后悔 却不知道 值得付出的人 不是随便一个人 要选择真心爱你的人付出 那才是我们一生必学的技能 我认识的时候 我认识的话 我认识的时候 我认识的时候 说个人 为什么 我认识的时候 我认识的时候